40歲的楊兒與羅仲謙結婚4年 婚後一直積極做人 而楊兒近年還減少工作 專心調理好身體避孕 近日有報導說楊兒已經懷孕6個月 預產期是今年5月 而羅仲謙還被人拍到 在有裘子寧廟之稱的龍舞廟參拜 不過他們夫妻就對懷孕這件事一直保密 直到這日 楊兒終於在社交平台鋪了 將與老公羅仲謙的合照 以及一張BB的超聲波相公佈喜訊 楊兒就說肚子裡的BB是小電燈膽 很感恩上天送給他們這份這麼珍貴的禮物 又提到羅仲謙知道自己將為人父的反應 竟然是叫楊兒不要亂說 要問清楚醫生先 至於第一次聽到BB的心跳聲 楊兒就說有點像火車經過這樣的聲音 雖然沒有透露BB的性別 不過楊兒就以小蘿蔔做BB的花名 還非常期待BB的來臨